- 妈妈,我上午昨天跟我妈打电话了。- 嗯,然后呢?- 妈妈给我讲了很多。- 讲什么?讲了我。- 下次再说吧。- 下次再说?下波罗跟我说。 - 是有关于我们的事情吗?- 对,就是我感觉我妈都知道了。- 真的?- 她没有说什么。- 没有明说是吧?- 她很明说,她知道了。- 那她态度是怎么样?- 那她态度呢?- 态度挺好的。- 因为我妈问我。- 妈问我,你是不是这种。- 这种。- 再跟陈丽。 - 谈恋爱。- 她直接用这个词啊?- 啊,她直接用这个词,没想到。- 然后呢?- 然后呢? - 人家打电话,我说,我跟我妈说,我要回学校了,跟她報个平安,让我不要担心我。- 嗯- 那我就说。- 我就没有网色方面说,我就说。- 然后我就尬住了。我没想到,她会这么直接跟我说。- 嗯。- 然后我就跟她说。- 我说。 嗯 你就说嗯啊 嗯 然后他当时 然后后面我就不知道再说 我就很尴尬 我就换话题了 我就后面就立马换到 换到我说我要回学校 问他们最近怎么样的话题上 然后他也没多问了 卧槽 我心跳都加速了 好刺激 其实我妈当时 不愧是你妈呀 两个人都 你妈也打直球 那好吃啊 我都没想到 他会用这个词你知道吗 跟你一样啊 两个人不会是母子 因为当时 当时是这样说的 当时我跟我妈说 我说我要回成都了 我要回上学了 他就说啊 那你没有 你不跟 但他就直接问你 陈丽呢 我说陈丽在厦门 他说他现在在厦门待会儿 他说那你和陈丽 不是要分开的吗 我说对啊 我说对啊 我后面就接着 说了刚才那句话 你是不是跟陈丽在 就你妈 所以你妈你是觉得 我们俩要分开了 他才问出来的 他会觉得 哎你们俩都在一块了 怎么突然分开了 我上学啊 哦 知道 那所以说你妈妈 你妈妈很早就 就是应该很早就知道了 只是觉得我们俩突然分开了 他才忍不住想问出来 嗯 啊 我操我心跳得加速了 不知道 哎呀 我又吓死了 我当时我当时 我当时我在 我当时在机场 我人都懵了 嗯 我没想到他会用那个词 我很害怕 你害怕 你不是说他态度挺好的吗 但是 他突然说到这三个字 你不吓人 哦 你吓人 如果是我 你你不吓人 我也很吓人 哈哈 没想到这么直接啊 他说 他不 哎呀 哎呀 心跳得加速了 那那那那那那那你妈 回去没看到你的 你的手吗 看到了 我妈 我妈问了 哦 我不跟你讲了吗 哦 对啊 成绿妈妈 态度比我妈妈 态度更好 嗯 对啊 成绿妈妈 跟他像闺蜜 一样 没事 简单提两句吧 就我妈就是 他不也 我妈也会老看我抖音嘛 他就老 他就问我最近 最近这个新新拍的男生 是是谁 我就告诉他是谁 他就问我你多高 什么之类的 他说你长挺帅的 然后然后他就问 怎么之前的陈祥啊 然后什么高雄啊 怎么没继续拍了 然后然后 然后我就说情况不一样了 然后他就说 他说你俩在一块 然后他也直接问了 嗯 他也说直接在 他也说你们俩在一块了 是不是 然后我就没回答 然后他看到我手上戒指 他说这戒指也他送了 我也没说话 然后他就说 他就问我 他说之前的高雄 陈祥不都挺帅的 你怎么怎么 你跟他们有过没 他就直接这么问 然后我就说没有啊 我说之前都是合作的关系 他说那怎么就跟这个刘聪呢 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说 他说哎呀 他说他躲在 就算了 他就算了 他就算了 是但他就算了 他就算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